大家好我是最 欢迎来到本期拳皇98C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灯神守类赛 限定一个八神 其他两个角色随机 由24K纯帅 阳神拳王前往三万玩家发起挑战 那么首先出场的是24K纯帅 在限定板击梁的情况下 灯神应该是不虚的 因为前两个角色 灯神可以随便的打 只要板击梁能够稳住就可以了 而开场一发爆裂掌机 八神看来是废了 居然没有出来霸王小吼拳 24K纯帅有点陷恶的失误哦 这一个失误可能会导致的直接挂了 一发超杀八神女纯帅 要没了 那么今天的玩法依然是 谁能打掉灯神一个臂谁就下去 如果是连输三场也要下去 第二个回合纯帅的布莱恩 这是随机到的角色 也是很少看到24K纯帅玩随机啊 他是以三神合一的主力而出名的 现在八神又一个奎花三世借地波 角落拉写风借 奎花千云直接摁倒 然后再来一个反跳板 和折尾尔选择了高cd打乱动 但是不在角落 地波的话并没有连住 现在反而被布莱恩给搞到了 空中一个 轻攻击就带走了 下面来到灯神下一个角色了 灯神的臂力 八神是顺利的完成他的任务 其实八神呢几乎每个玩家都不陌生 因为完全黄基本都是从八神练起来的 哦 现在灯神的比例穿天后没偏 没穿到 反而中了一个duke 扔上去 啊 没有扔 灯神也以为他要扔了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没想到24K纯帅不按套路出牌 灯神的大招呢 赚棍子 duke 哇 双方互相卫招 挺下饭的 接着看纯帅下一个人 也是在最后一个人了 板击梁 这个板击梁也是纯帅的主力 他有没有灯神用的猛呢 那么灯神 比例看来是要没了 因为现在有三颗四代神 C里居然没有打到 哎呀 没有打到的话 板击梁又是不断发波前置 比例转过子反波 但是灯神也就是强弩之末了 因为只剩下一点血 他必须要出板击梁 哇 板击梁硬钢火圈 纯帅这个心态是够好的 格局够大 再看第五个回合 灯神的板击梁 灯神的EX模式板击梁 纯帅呢 现在是暴气 而且还有两颗七代神 如果打到以后 灯神必定要受重伤 然后一脚踢到之后 灯神下半管血 然后刚C里接霸王小偶拳 灯神还没有强反 生龙 双生龙 生龙 三生龙 三生龙之后灯神 又被来了个生龙 哇 四发生龙 送走灯神啊 那么纯帅打掉了 灯神一个臂 他下去了 接着看杨神上场 纯帅也是打出了特色 他觉得灯神不是喜欢生龙吗 今天就让你生龙吃到饱 现在杨神用安迪首发 打随机的话 杨神还是更胜一筹 因为杨神就是因为三位高手 生龙一下 大招推入一个腿 灯神的八神 开场就贵 而且被满血带走 来看第二个回合 灯神的 神了千赫 神了千赫 EX模式的情况下 他还是很灵活的 但是神了千赫 感觉他的优势在于封印 现在他没有气 没有气 没有封印 是打不出伤害来的 反而又被安迪给打到了 一个超杀 恐破猎坛 空中一个CD加生龙拳 双断生龙拳 落地大招 落地减一下 就行了 安迪也没有气了 直接杀到灯神之板气梁 第三个回合 灯神的板气梁上一场被 24K神帅打得很难受 这一局希望他可以稳住 一个狐狸牙切 砍到手砍到手 双断 挺脚一点 投一下子 然后发波 做一个前置 升了取消 飞翔脚 集气就是为了 骗退出跳 你一跳 灯神肯定胜龙 这个套路 感觉屡是不爽 央神的安迪又给了灯神一个扔 接生龙拳 大招给他一个连续的推 后面灯神残血 残血之后还中了一脚 哇 灯神飞翔脚砍刀手 轻脚一下 再点一波 机会来了 中拳狐狸呀 一波打起头 跳飞地两次 天地霸王拳 漂亮 阳神一滴血 最后其实灯神是可以秀黑光的 在这一点血 用小波接大波就是黑光 或者是小波接龙虎乱舞都可以 来看阳神的 琢磨呀 连续两个波接飞翔脚 他想使用最实打法吗 他没有机会了 我灯神先听这个 哦啦哦啦 唱一首 然后阳神这滴点血 应该是不够打的 因为采血以后的板翅梁 是非常之疯狂啊 哇 斩链拳 双方再次开启第五个回合的对战 阳神最后一个板翅梁 我们来看阳神的最后一个角色 和灯神的EX模式拼 我觉得硬拼的话是很难拼得过 但是他另一个砍刀手套路 套路了一下 灯神采血加满气 非常舒服的血量 可惜灯神已经没有了强反 一旦被阳神抓的套路 必死无疑 骗出了伤龙 看来阳神真的是太了解灯神了 下台对空之后 阳神快速拉后接C两段 后面阳神接着又是暴击 天地霸王拳 灯神能不能凭借这一个打晕啊 进行大翻盘 刚C的霸王小后拳 哦啦哦啦 阳神强反了 阳神很有可能利用强反来打击灯神 把这血条打没 C的两段 接一个斩裂拳 阳神又挤满力管器 最后使用飞翔脚 圣龙取消砍刀手 圣龙取消飞翔脚 砍刀手 呕了呕了 真的以强反的方式制服了灯神 今天灯神也是够惨的 第一波和24K纯帅吃了四次圣龙 这波又吃了个强反 先别看拳王亲王发起挑战 哇阳神和纯帅都是第一局就拿下了灯神 而下去 希望拳王亲王给灯神来个大满贯 也拿下灯神 第一局就下去 现在亲王的特别跟一发倒夜梯 今天灯神吃亏啊 主要是前两个角色是随机的 阳神和拳王亲王都是三文技的高手 那么接着看下一局 灯神的King 好 冲撞没有冲到 反而被King来了一个落地机 镰刀腿 再来一个波波 再接落地机 可以 镰刀腿 这一玫瑰旋风踢 空中没有气 那么落地还可以再套路一套 落地拳王亲王居然没有兽神 哎呀 拳王亲王要爆发 两发能来喷拳接大满篮 然后再接一个滑铲 接青角也可以 其实用滑铲的话 应该可以反穿到角落 再次 还可以再开一套 灯神的King又开始了 一发妄想踢 一滴血 再接一发妄想踢 灯神这一波是随机到了一个阻力 运气还不错 现在看拳王亲王的玛丽 现在玛丽快速跳地压着起身 清掉两点下飞 接入一个滑铲 接一个甲 然后再次跑跑过去压一发起身 现在玛丽被寻找下一次机会 被King偷到以后玛丽 机会来了 下贼滑铲接壁杀 收掉灯神主力 这个玛丽是拳王亲王的拿手好信 他的势力不亚于草蹄精 今天拳王亲王并没有对随机到草蹄精 太可惜了 接着看灯神的板切凉吧 在灯神的主场能战胜灯神吗 哇灯神爆气被驾着驾了过来 然后滑铲抓一个指令头 抓头可以 然后再滑铲再来一个宝船 头 滑铲 又一发指令头 刺激了 然后又一个滑铲 哇这是想无限连吗 只要不拆头 玛丽就可以这样一直连下去 宝船 玛丽并没有再选择头了 他也是生怕被灯神拆掉 再一再二不再三嘛 拳王亲王还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哇 又一个超杀玫瑰 板切梁交出强反 可惜 玛丽慢了一点 刚才如果拳王亲王速度够快的话 完全可以抓住 板切梁的破绽 可惜啊 他犹豫了 现在灯神又是残血加满气 拳王亲王他危险了 灯神必须和拳王亲王玩心态 哦 灯神拉后 接千千 砍刀手破防了 完了 一旦被破防 剩十秒时间 刚好可以打掉拳王亲王 他这点血条 一波打击都接一个大波 然后天地霸王拳赶掉 来看拳王亲王 下一个人 第一波回合 拳王亲王的板切梁 哦 板切梁开场就了 前前两波亲攻击 然后天地霸王拳 拳一下 还有大波 哦 灯神又嗨起来了 又一个大波 砍刀手背钢 完了 哇 高手过招 机会稍纵及时 拳王亲王 刚才可以拿下的 结果导致他一个犹豫啊 导致他没有拿下 被灯神返穿了 现在灯神有一个哈蒂伦 拳王亲王下二米 先给他一个甲 CZ呢 被吸到了 哎 几气 两次 跳 八个波 后期在几气 不了中了一个转腿 又中了一个甲 拳王亲王又开始秀了 闪神接大 漂亮 灯神残血 他会不会利用连续吸血 拿下拳王亲王 拳王亲王还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后续给他一个甲 灯神的脖子要断了 但是他还有气 还有血 大招一叉 没叉到 再来一叉 叉到了 哇 好猛啊 这两波 想用波接空中乌鸦 坐飞机一个吸血 不可能的了 来看灯神下一个游历 第二个回合 我们来看游历 开上想用雷光拳进行一个 凹 凹是行不通的 而且你还想凹两次 哪有那么简单 拳王亲王早已吃透他了 哇 三连棒 看来这一局拳王亲王是 志在必得 灯神大势已去啊 又中了一个CD 灯神是什么总是爱乱动呢 这游历可是他主力 不能不行啊 不可以不行 但是他确实不行了 来看灯神最后个板翅梁吧 突然发现灯神前两个角色就想随便玩玩 后面板翅梁就超级认真 后制足啊 圣龙一下先 挑CD 前前攻击 压起身 哎 板翅梁中CD 板翅梁再前前压 压起身 这下人你想干嘛 轻角飞翔角 接砍刀手 轻角一点扔一下 圣龙取消天地霸王拳 不要了呀 飞翔角 接砍到手砍 他是呕了 呕了吗 呃 呕呕了 他选择头一下 现在全王亲王啊 血量不多了 板翅梁再下配对空 机会来了 哎 发波没有中 看反而被抓 可惜这个下人你血量 高级了 好 灯神完全可以利用轻功击和 全王亲王先跳了 现在 飞翔角 没打中 但是可以前前音 他来了一个转腿穿波 这波可以 那板翅梁又利用一个大波 干掉了下阿米 这局最重要的是 全王亲王有一个八神手底 他直接把板翅梁排在第二位了 随机的一个阻力 先开大波 这是超级大败招 怎么能先开大波呢 哇 波 波接一个CD CD接天地帮王拳 消耗掉最后一点 七周砍刀手砍刀手 落地 剪一下 差不多带走了 这里全王亲王一点血 哦 不好意思 直接和你说拜拜了 来看第五个回合 来看第五回合 全王亲王的八神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先开个波 哎 板翅梁 板翅梁 做好牵制 八神 做防守 升龙空了 板翅梁 快速一个狐狸 八神 强反交出 重手 轻轻推 奎花 转到那两段 哦 奎花 三十道角落 跟个底活 抓个血风 好 然后强责百合折 我想是这样的 我想到一块去了 灯神 就用防御反击大法 交出升龙 突然发现 灯神的强反和防御反击 这个点啊 每次都抓得特别准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优势 防御反击 可以打断对面的压制 哇 灯神连拿两分了 他如果再拿一分 全王亲王也就下去了 这局不管是谁胜谁输 都要下去一个 全王亲王都要下去 吸血 火 前前 来一脚 再吸血 但是如果灯神三比零 哪些的话 这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属于剃头了 全王亲王发起疯狂的吸血 第一不小心被吸了 哎 居然不使用 大发电者 刚才灯神完全可以用大发电者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串招了 出来一个托马斯 托马斯是一段 是一个半圈 然后 超杀是两个半圈 灯神 大概率是串招了 但是灯神呢 这个红丸最后又得到了一个超杀的爆发 拿下来吸血光魔 来看第二个回合 全王亲王的 东卡 走开首先几季 哇 这一波全王亲王也是EX模式 这下真上头了 和灯神对红EX模式 全王亲王有想法 但是看这个情况不是很妙 C头红丸头失误 跳起来一个大 然后剪刀脚搬运 红丸扛不住了 其实直接用大招搬运也是可以的 毕竟EX模式这个能量 你能用就用就完事了 看看邓神之神了亲火 开场就中了一招 神了亲和跳入CD 不怕再开一脚地波 哎 顺势集气 闪到背后 来个地波 又挤满了一管气 逆向过停很稳 剪刀脚搬运搬运上去 一个大 喝 进发招式出来了 剪刀脚再搬运再大 喝 卡赛波 灯神一点点血 啊 灯神一点点血突然爆发 三次封印要翻盘 布阵打乱动 没有乱动 没想到没想到 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出现意外了 大概第四个回合 全往前往的板起来 论连续大招连招啊 灯神就没有服过谁 现在灯神是残血 比较舒服的一个血量 生了千个抓的机会 必须再次给他一个封印 防御反击要封 再封 哦 板起来发波 发波 防御反击目测是封不住的 不会出现封印效果 但是掉血 也是掉的很少 第五个回合 灯神的板起凉 灯神的板起凉 砍刀手速度破中断 这个被拳王前往也猜到了 拳王前往利用清掉砍刀手 给个扔 头盏 拳王前往也满气了 灯神也满气了 好了 先打一跳再说 大王之后 拳王前往起身 起身就在成 刚C的挺你防征 今天挺刚啊 拳王前往 打发狠心 砍刀手 没砍到 飞翔脚砍刀手 来赶扑 起身以后稳住 哦 不断的强强攻击 鸭子起身 拳王前往血量不多 但是他残血了 天地霸王前 拳王前往要背 哎呀 真的三比零了呀 后拳王前往 你 你 你 好